即使新闻综合报道在面临人口不断攀升,资源面临匮乏的窘境下,人类以具太空一直常见于科幻题材,而如今人类踏出了第一步,太空国家阿斯切迪亚,Escadier于12日正式升空,科学家们将固态硬碟丢到太空中,任何想成为太空公民的人只要注册成功后,即可以依据阿斯切迪亚的宪法, 把个人资料上传到太空中 综合媒体报道,名为天鹅座宇宙飞船,Signers的无人驾驶补给飞船于12日,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NASA瓦罗普斯飞行研究所升空,上面搭载了多个名为Escadier-1的立方卫星CubeSat,Escadier-1只有牛奶盒大小,里面安装了500GB的固态硬碟SSD, 用来存放所有阿斯切迪亚公民的资料,想要成为太空公民的人只要于官方网站成功注册,就可以依据该国的宪法,向卫星传送个人资料,可以说是完美回避地球法律约束的资料储存空间。 本报曾报道,参与阿斯切迪亚计划的俄罗斯科学家伊格尔·阿苏尔贝利·埃克尔·赛布里表示, 这项任务的使命是提供一个和平社会保护地球免受太空威胁,如太空中的小行星和人造碎片,我们想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去保护地球。 我们真正的家不是我们出生的房子或城市,而是这颗地球,而我们想要保护它。